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那個齊交所的那個外匯的 這個匯率歷史資料把它抓取 那這個難度比較高的地方就第一個 它是在網頁上面不是CSV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去抓那個網頁上面的這個 資料的話 那這個地方比較難的地方就是說 我們其實比較簡單的方法就用Excel裡面的那個CreditTable物件 其實就可以把那個 網頁的資料給抓起來 不過前提的話呢 它只能抓那個Table的標籤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抓的資料並不是在 那個Table標籤裡面的話 那很抱歉沒辦法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一種爬蟲 OK 目前爬蟲 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因為現在的BigData其實很多時候來源都來自於網路啦 所以如果你要把資料抓下來 那怎麼辦你不可能用土法鏈鋼嘛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大量的抓取 某些資料 而且那個資料經常會改變的話 那人工一定是沒辦法 即便可以啦 可能浪費時間浪費能力而已 所以通常會把它做成一個像 爬蟲的方式 那當然呢 因為剛好 這個奇交所的這個資料 剛好可以用CreditTable 來抓 所以我就 想一個方法給各位一個範本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就是把那個資料抓下來 那並且在改用那個Input Box 輸入那個 哪一天開始 哪一天結束 那就可以把那個區間的匯率資料把它抓下來 OK 那當然啦 後來想一想那個Input Box 其實 有點 太陽春了 所以後來想了一個表單 把它做一個表單 然後 讓它可以輸入 開始跟結束日期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感覺比較專業啦 OK 所以如果假設 你希望將來 可以做一件事情 又快 那又專業又漂亮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 把一些 工具給學好 那目前的話 以 企業上面 用到的那個工具來看 這個Excel應該是排在前 這個 應該說 排第2應該沒有人說排第1吧 我看目前好像用來用去 Excel這個工具實在 普遍性 應該算是 排在還蠻前面的地位 而且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沒有太多的工具可以 去撼動這個Excel 因為其實有蠻多免費的那個試算表工具 但是好像奇怪企業推蠻久還推不在動 那最後乾脆啦 花個錢買個Excel的版權 那其實問題就結 為什麼 現在大部分人都很習慣有Excel 哪怕你現在是一個免費的像Google試算表 其實也蠻好用的 但是我發現還是很多人用 用起來就用不太順 OK 所以這個課程 其實我們這期課程其實主要目的啦 反正我們也不要野心太大 至少就其中以前就是把 高階函數部分把它學 所以這學期你可能要問問自己 是不是第一個 對Excel的函數是不是熟悉 如果不熟悉可能你自己要花點時間去 找相關書籍也好 或者是網路上影片可以看一下 那其次的話就是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那這 剛剛講的這幾個東西 我也是希望你可以把它再融入到期末報告 那期末報告的話呢 就是再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VBA啦 VBA可能有點難 也許你用錄製聚集我大概不 反正我只要看到你期末有程式的部分 那表示就OK了啦 那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 其實不是理工方面的 而且以前沒學過程式 所以沒有關係 反正你就量力而為 那我要看到是你的努力的程度喔 OK如果你假設啦 你可能你的科系其實已經 學很多那你可以多做 但如果沒有沒關係你就少做一點 但是 還有啦即便你做錯也沒關係 你可以在你的心得裡面敘述一下 說你做了但是 你做不到 OK你做錯了 OK然後呢 但是呢我是希望說呢 你可以做錯沒關係 你可以設一個目標 因為像這種東西喔 你說短時間內喔 這個幾個月就馬上把它學會 而且學得很厲害喔 那也不可能啦 我是覺得 像很多人學了好多年才慢慢 才慢慢熟了一點點 那更不要說你們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怎麼可能一下子馬上就 除非你是天才吧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做不到 目前做不到沒有關係 你可以描述一下 你想做什麼 但是你做了 可是發生什麼問題 暫時無法解決 或者有BUG 我是可以接受 有BUG這件事 但是不是說 你就停下來了 我這個課程其實主要目的是希望喔 第一個啦 你學完這個課程之後喔 能夠持續再學習 因為這東西其實不可能說你到 你畢業之後喔 你就停 因為你畢業之後才沒有覺得 進入到職場喔 才是 最 最需要的時候 因為職場裡面用這個工具用得非常普遍 所以如果假設你這工具喔 已經用得比別人熟的話 我想你在那個 起跑點應該就贏了一半了 OK 當然不是說只有這個工具喔 我覺得相關的 像其他像Google試算表 或者里內爬團有興趣的話 那我倒建議你可以再延伸 把VBA後面進階的部分再學習 或甚至你可以再把那個有一個 現在蠻夯的語言要拍上 你可以再去延伸 或者像R的語言也OK啦 因為其實現在商學院真的用太多 可是商 商學的這個方面的那個應用喔 企業需求好像 我看我很多朋友都說 你覺得現在明明是 商學方面的那個需求 可是職缺裡面就是要找工程師 很奇怪喔 他其實那個職缺是一個 銀行的什麼什麼職位 以前可能是不太需要會程式的 但是你會發現奇怪什麼現在全部都要 因為我認識的是在富邦 他說現在奇怪了開學 所以你們可以到1040看一下 商學院的商學的 那個富邦相關的工作 奇怪了 但是他可能會是需要商學院畢業 可是具備有城市方面的能力的人 OK 奇怪很妙 但是問題是 學校並沒有教太多 你可能商學方面的知識 可能教很多 但是城市方面的東西 可能教很多 甚至是不要說你要跨領域的結合 那這個當然就更難的 可是問題現在企業最需要的就是這些東西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可以在畢業之前 可以先把這部分 先了解 你們自己打一下 伊丁市的銀行 他是跟我講說富邦 那家公司 然後 他裡面的缺 他其實好像是不是想要跳槽 還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所以 當然不是只有金融業 其他行業也差不多 我發現其他行業 其實也會面臨到一樣的問題 因為現在 整個大環境 都數位化了 那數位化之後 現在最欠缺 是怎麼樣快速的 把一個資料 的一個 結果給整理出來 最好是一個 視覺化 圖形化 很容易了解的一個趨勢 馬上讓我知道 那怎麼做 我覺得 這個最後指向就是一個工具 Excel應該是還蠻棒的工具 可以做到我想要的結果 OK 那今天請各位先在把那個 就是 這個範例 所以你們待會把那個範例裡面 第五單元 檢視與參照這個 這個 叫 Vlook Vlook 這個是一個函數的名稱 人事考評 管理系統是這個範例的 的需求 也就是說 假如你將來 可能你的工作內容 是需要做一點 人事方面的評分的話 那假設說你各個職稱的人員裡面 你想要 就是 因為會有升籤問題嘛 比如說你想要捧某一個人 這麼多人裡面 你想要找一個人升籤 那應該升哪一個 那你需要做一個平等 所以這裡面的話 比如說住專是個職稱 住專可能升起來就是領主吧 領主升起來也可能辦 也許啦 這個我不太確定 OK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 把他們的成績 通通做一個統計的話 那當然 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每一個 你會發現工作表 長得都一樣 前四個 這四個其實就是 直稱 那直稱裡面的話 有 有 B 藍 D 藍 E 藍 你會發現 K L MM 等於是有七個藍位 是黃色的底色 那這個七個黃色底色裡面就是空的 那就是你們要做的 就是有七個問題 那七個問題的話呢 就是把七個問題的答案把它做完 然後呢 再來算名次 那我就知道說 將來可能要 升籤的話應該升哪一個人 那馬上就可以個答案了 OK 可是問題喔如果你假設 不會用Excel 這件事就很困啦 你怎麼算名次 很難統計嘛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單位 那你們可以看 單位 單位其實在 這個地方有沒有一個單位 那你可以看到單位 大部分都長這樣 101 102 那後面的話是一個名稱 那也就是你可以看到 編號裡面有沒有 編號裡面有沒有像什麼 101 有108 所以其實108 其實指的就是什麼 108就是這個 所以這邊有一個 總行 審查部 所以這邊應該出現 就是總行審查部 也就是利用108 去查到這個單位裡面的這個表格 這個是一個表格 那這個表格有兩個欄位 那欄位的左邊 第一欄的話呢 是 代號 第二欄的話呢 是他的名稱 那當然你說老師那我是不是用眼睛看 那不是啊 如果你這樣 Ctrl C 有沒有 Ctrl C 那這邊貼過來的話 這邊Ctrl V 那當然不是啊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呢 這可能還要貼上還要用123 用直 那這個呢 343 343 343往下 343 OK 如果假設你這樣做事情的話 你做到下班就做不完 所以這裡的話呢 可能會需要用到幾個函數 第一個 用m的函數 取108 第二個函數 用b的函數 去查單位 把單位查回來 然後你公式 做完之後 點兩下 OK了 就解決了 那第二個 主別 同樣的方法 其實主別你可以切過來看一下 主別好像是A B C D E 那你可以看到他的 編號裡面有哪一些是A B C 他算過來應該是第七個 這個有個A 所以他的主別的話呢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一般 銀行業 組 OK 那一樣的方式 一樣也是用MID的函數 再加V的函數 這兩個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把他的哪一組給查過來 那升等的話呢 就是應該升等在這邊 升等的話就1234 那你可以看到哪一個是1234 其實不是尾巴這個 是頭這個字 所以第一個字的話呢 抓過來之後 所以 第一個字用lap就可以 lap的1 然後抓過來之後的話 再去查他的升等 OK 然後就把他的 升等的名稱 把它帶過來 所以前面這123 三個其實是什麼 用先切字串之後 再去 查詢 所以一定會用V的函數啦 主要這個是考你會不會用V的函數 但是升等的部分比較麻煩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升等的地方 你用那個lap的時候 比如說我用插入函數 用那個文字類裡面lap 這個前面做蠻多啦 lap的 然後取這個的時候 取幾個字取一個字 那你可以看到呢 得到的結果 因為他把它當文字看待 所以你取得的 值 是一個什麼呢 關鍵的地方來了 它會是一個文字 因為用文字函數取得的 它會是一個文字 可是呢特別注意 升等裡面的資料 它是一個數字 所以文字跟數字 假如你要查一定會 match 因為在我們看是一樣 但是以是有看是完全不一樣的 數字跟文字 完全不同 所以會發生錯誤 那怎麼辦 你可能他要想個辦法 把這個結果轉換成數字 好像前面有用過吧 就是如果把 前後的雙引號拿掉 讓他一查不會出錯 OK 大概是這樣 然後 底下的話還有什麼 考核 考核你可以看喔 考核成績在哪裡 考核其實就是這個啦 三個 這三個把它平均起來 可是你會發現那個什麼 假到底是幾分 你一樣要查 所以假的話 這邊有個什麼 應該是等級吧 對 等級這邊有 也就是說 一樣這邊一個表 那我要把假的 分數查過來 然後a-的分數查過來 把這個三個成績 有沒有 把它先轉換成數字之後 再把它做平均 那平均兩個方法 也許相加除以3 要不然就是說 用一個函數叫 Average 有沒有 平均也OK 那就可以算出他的考核的 成績 然後這個 比4的話就是這兩個啦 這兩個的話就是這個乘上0.3 加上這個乘上0.7 就是他的公式 那就把這兩個的結果 合計在一起 不過他沒有比例啦 所以把這個成績再乘上0.6 加上這個成績乘上0.4 那就是他的 最後的分數 那根據他的分數呢 去做排名 那就是得到結果了 不過這邊還有一個衍生的問題喔 就是這邊有幾個 工作表 1、2、3、4個工作表 長得一模一樣耶 所以其實你只要做一次之後喔 你可以把公式呢 通通都帶到另外 換三個工作表 那你只要做一次 事情就解決了 你千萬不要傻傻的又再做三 那當然會有時間 OK 那請各位呢 先試著把 這個範例打開 然後想想看我剛剛講的 如果可以做當然是最好 如果做不出來我大概會講 總共有7個問題 要把7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7個公式 把它做出來 OK 7個 公式 那這個問題其實還蠻常見的 因為工作上用的 蠻多的一個狀況 就是把7個拿來當資料庫來用啦 所以資料庫要查資料一定會有一個表 那因為 現在 舊的資料觀念 資料庫觀念都是關聯式資料 就是 所謂的關聯式資料庫 就是透過編號去查詢原子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 怎麼樣通過編號喔 所以要找到編號裡面的某個部分的資料 讓他去查詢 那千萬記得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如果用人工的方式 可能你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所以其實慢慢可以 可以理解啦 為什麼現在很多的那個 工作 他直接乾脆要求你要具備有 呃 這個什麼 程式方面的那個技能 那當然 因為你不會的人 可能做一整天可能事情都做不完 但是會的人喔 我剛剛講的公式 馬上都做完了 馬上就有得到 那大概效率差多少 简直 真的應該差十萬八千里吧 所以喔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一題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 囉